都看得出來 那假設你說 他真的要讓新的市長決定 要不要繼續做 那為什麼隔了55天 都不要召開會議 他在12月12號就已經可以開了 表示所有的程序都已經完備 初步的審也審過了 委員也找好了 高雄市政府送過去的 系部的規劃書 也送到交通部了 這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這個東風就是民進黨到底要不要 把這個錢給高雄來蓋這個建設 看來民進黨要不是韓國瑜政府 韓國瑜市長昨天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看不會噼哩啪啪 今天一大堆 從行政院院長到發言人 還有連副院長 每個都出來講話 就是為了要再把韓國瑜的話 再塞回去 但是我跟各位觀眾朋友 講一個歷史 岡山路竹延伸段 是在民國90年 就送行政院的計畫 我想跟廢委員搞不好還有印象 民國90年 從民國90年到現在108年 民國95年的時候也換過市長 那時候從謝長廷市長換成 陳菊市長 請問當時的行政院 有沒有發文給高雄市政府的 新的市長說你們要重新報到行政院來 我這兩天問了我們捷運局 翻箱倒櫃沒有看到這個公文 其實如果想要改是新的市政府 想要改舊的市政府的政策 應該是新的市政府發文給交通部說 對不起我這個計畫想要改 請你重新審查 怎麼會有上面的人問你說 你有沒有要改 要改的話你重來 而且他就把整個計畫停滯了 本來12月12號要審的 結果就一直延延 現在看起來 也不知道延到什麼時候才要再審 但是我剛才前面講的是 如果行政院真的有這麼一個潛力 就是說你過去只要換市長 我就會把行政院補助的重大 公共工程建設 要重新再問你市長一次的話 上一回從謝長廷市長 轉成陳菊市長的時候 為什麼同樣一條的 鋼山路竹延伸線 沒有問陳菊市長 那就表示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就是要卡罕 其實韓國瑜我這兩天有問過他 他說他為什麼昨天急著跑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 因為他說 萬一這個審查會遲遲不開 這個計畫沒有辦法核准的話 錢不會下來 所以這個計畫一直就不會推動 觀眾朋友想一想 高雄市政府這一條 剛才 韓國瑜市長講的這一條是 鋼山路竹捷運延伸線 從民國90年開始跟中央爭取的 到現在已經是18個年頭了 還沒有看到錢什麼時候可以下來 難怪韓國瑜市長會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呼籲 民進黨政府 不要卡韓卡了這麼的明顯 然後我覺得在所有回應的人當中 陳其邁副院長他講得很清楚 他好像一副那種說 我支持預算 我也支持這個計畫不會改變 我就趕快開委員會 他要去跟蘇貞昌講 趕快開委員會 他應該主動爭取要督導這個專案 加速推動 是啊 就像我們講的 你今天陳其邁 你已經貴為行政院副院長 你更該支持高雄市的 這些基礎建設 但是看來 還是沒有任何的聲音 第一個我最想譴責 就是總統府發言人黃崇彥 你憑什麼罵人家是土包子 憑什麼 而且這是你忘了自己的身分 你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你認為你今天在個人的臉書 發表這一篇的文章 有沒有代表總統府 總統府發言人當然代表總統府 難道我們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格局 跟高度僅止於此嗎 你就是只是想要去罵韓國瑜而已 請問你做一個總統府的高度 當中央跟地方在經費上面 出現爭議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連回應都不敢回應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有看到這一篇臉書 你還不對你的發言人 做出一些指責的話 那就是昏君 我只能這麼說 你是縱容你的發言人 發出這種非常言不及意 而且非常低級的言論 任意去罵一個高雄市市長土包子 我覺得這樣的發言人 一點都不適格 你的高度 怎麼會有行政院交通部的公文 換了一個院長之後 這個公文就不認帳了嗎 白紙黑字寫了這麼清楚的事情 交通部就是有發這份文 要求高雄市政府 要重新再報你的計畫 不管你的文字 是不是有重寫這兩個字 你要他重新提報計畫 這是確實的吧 12月27號 他們也含附了你交通部 請問為什麼55天的時間 審查會議遲遲不可以召開 到底所為何來 按照你們的進度跟標準 前面所有的評估 不會因為市長的改變 你的評估條件變得不一樣了吧 你既然可以排定 原本12月12號就要開審查會議 怎麼會換了一個市長之後 又延宕了將近兩個月 這個審查會議 人家也都告訴你說 他要繼續動工 結果你這個審查會議開不了 到底是為什麼 所有今天行政院的 他都沒有給大家交代 他們講的話都講得漂亮 但這個會議有沒有開 到目前為止 就是沒有召開 請問沒有審查會議召開 何來進度持續進行 這是謊話連篇 所以我認為今天行政院 蘇貞昌還好意思 叫韓國瑜要道歉 請問是要道歉什麼 今天或許韓市長他在言語上面 他講 他心急了 所以他當然現在行政院院長是誰 他找你要 不然難不成他現在要對著賴清德講嗎 賴清德去當文青 他可以說賴清德院長 你這個要趕快把預算給我 他當然是對著你現任的 行政院院長喊話 你連這一點 然後就在這小資小節上面過不去 還要求韓國瑜要道歉 我覺得這個行政院的高度 也是不及格 我認為整個行政院 他應該要很正式 一個地方首長 特別是高雄市 現在是整個台灣政治的焦點 也是很多華人關心的焦點 他今天要求的是一個 正正當當的他的市政建設 而且也是你行政院自己 已經核定的計劃 他只是要求你要撥款 不要刁難 請問哪裡錯了 這個要求 我覺得很多高雄市民 看到韓市長那麼晚在直播 還關心的是高雄的建設 他們應該是會給他掌聲 絕對不是像這幾位 一直在講風涼話 什麼酒後不可以直播 喝酒不可以直播等等 這個都是偏離的焦點跟主題 我請問今天一個景象 如果今天是陳其邁 當高雄市市長 沒有這個公文 12月12號不用等陳其邁上任 審查會議召開 就一直一路往下開了 這個叫做如果是自己人 陳其邁當選的話 我所有的審查進度快快快 今天換了一個是 國民黨的韓國瑜之後 所有的審查進度 可以拖延這麼久 就是怎麼卡就怎麼卡 怎麼慢就怎麼慢 這個叫做雙重標準 而今天交通部來告訴大家什麼 說因為換市長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行穩 不只高雄有 台中也有 所以卡罕卡盧很明顯 我請問台南有沒有換市長 有 台南有換的市長 你要問一下黃偉哲有沒有收到公文 沒有 就我所知 台南好像就不需要換市長 侯友宜有收到公文嗎 新北市爭取到很少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比較少的沒公文 當時新北市就是 在前瞻建設裡面 新北市一直喊的就是說 他們得到的補助太少 最多的一個是高雄 一個是台中 一個就是台南 你如果說換市長就得要行公文 我們請交通部亮出來公文 就是說你幾月幾號 行文給黃偉哲市長 然後要求說哪一個路線 你要重新再確認一次 那就是你一致性的標準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他很弔詭的是 同樣一件事都是前瞻建設 裡面的交通計劃 你一個公文發一次 一條路線發一次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你行政院的辦事效率是這樣子的嗎 你既然是對於一個 新的上來的市長 一個事件的確認 而且都是前瞻計劃 你不能一個公文裡面 就把你所有要表達的事情 表達清楚嗎 我們的行政效率 怎麼會這麼的差 我有一個讓大家覺得 有疑問就是刁難 我就慢慢問你 我不要一次問完 因為一次問完你會一次回答我 然後我就要開始 你都回答我完畢了 所以我就要開始一個一個 這樣拖得不夠久 對 所以我只好一件事 一件事慢慢問 那你就回 然後我就再慢慢回答 請問這不是故意要刁難跟拖延 什麼才是要刁難跟拖延 所以我認為今天 民進黨其實還沒有看清楚 台灣人民到底要什麼 如果今天一個高雄市市長 他是基於他的市政 在爭取相關的經費跟預算的時候 我真的奉勸你們 不要在其他小資小節上面大做文章 這樣子只會讓更多高雄市民覺得說 選韓國瑜是對的 就是我支持韓國瑜是對的 他是一個用心要幫高雄爭取 市政的市長 但是投給民進黨是錯的 這一個政黨只會搞政治 然後不搞建設